Apricot电缆不来大马是未加强的错 一条时间线戳破林冠英和甚至强谎言 2021年9月30日 交通部说大马落实沿海贸易政策 不是导致大马不参与Apricot电缆项目唯一的原因 因为这也要似乎有关方面给予的报价等等 2021年10月5日 通讯部说大马不再参与Apricot电缆项目的名单里 是因为沿海贸易政策豁免权的问题还没解决 单凭交通部和通讯部这两句话 行动党的林冠英和沈志强就自以为捡到枪 攻击交通部和通讯部说辞不同调 硬把大马没参与Apricot电缆项目的罪名 怪在交通部长魏家祥的身上 不仅如此 两人还在一起污蔑魏家祥不倒国会 要求魏家祥呈上解释信 殊不知事实的真相确实 一、通讯部在10月5日是依据当时情况答复 但内阁在10月8日才真正做决定 最终恢复过去的沿海贸易政策 取消西蒙让外国船只不用申请 就进来大马水域维修海底电缆的决定 因此根本不存在通讯部打脸交通部和魏家祥的说法 二、况且Apricot其实是一个安装电缆项目 跟撤销维修海底电缆的政策豁明无关 本来就受大马1980年以来 实行的沿海贸易政策的约束 当魏家祥的交通部和通讯部联名向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 呈上检释信后 阿兹哈也在2021年10月22日回函给林冠英和沈志强 证实交通部和通讯部的说辞并无误导国会 让林冠英和沈志强被狠狠地打脸 同时也证实了一日在混淆视听 谣言获重误导国会的是行动党 是林冠英和沈志强 是林冠英和沈志强